好,剛剛我們看的是使用錫升層運算式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看的是 怎麼樣子寫一個運算式電影器 那要寫一個運算式電影器沒有那麼簡單 但是呢,為了要盡可能的簡化 我們現在規定這個運算式的每一個 每一個基本單元都是一個字 也就是說,你不能取變數叫做Name,或叫做Hello,不可以 你只能夠有數字,或者是加減乘除的符號 這運算式電影器,而且數字呢,長度只能夠1 這樣會讓我們寫程式的時候簡化很多 字緣版的運算式電影器 那你把這個點進去之後呢,你會發現說 OK,我們這邊有它的執行結果 這是我們的執行結果 那這邊是那個程式 那你只要把這個程式減下來 然後貼到一個檔案 然後貼到一個檔案 然後像這樣,存起來就可以 那存起來之後呢,我們就打這個GCC STC 這樣子的話就會編譯完成 然後呢,就給它一個運算式 讓它要補合率吧 然後呢,執行 你就會發現說,OK 它已經把這個運算式給整個火熄了 而且不只火熄完,它做什麼事呢? 它產生怎麼樣子計算出 這一個運算式結果的程式 舉個例子 它說T0等於3,就是把3塞到T0 T1等於5,把5塞到T1 T2等於8,把8塞到T2 實際上T3等於T1加T2,它在做什麼? T1加T2,不就是5加8嗎? 我把5乘8 T1乘T2,就是5乘8嗎? 所以,它先做5乘8,對不對? 做完5乘8之後呢 在T4等於T0加T3 T0加T3 T3不就是那個5乘8嗎? 那T0就是3嘛 所以T0加T3就是3加5乘8 OK 那接下來T5等於4 就是後面這三個 OK 那接下來T8等於T6乘T7 也就是3乘6 3乘6先算 算完之後呢 把它放到T8 接下來T5減掉T8 T5就是4嘛 4減掉3乘6 對 這個T9算的是4-3乘6 那T10呢 就是T4加T9 T4呢 就是前面這一段 T9就是後面這一段的結果 所以呢 T4加T9就等於是整個運算式的結果 好 這就做到了變異器的功能 當然你也可以 可以不要產生這樣的碼 這個碼稱為中間碼 就是他感覺就很像 一個沒有函數沒有 只有基本運算的C元 的運算式 而且 而且 運算員只能有一個 那 你也可以把它產生像CPU0的機器 如果你要產生的話 那也OK 那就用R1、R2、R3去取代這個T1T2就可以了 OK 那就可以這樣做 譬如說這個 這邊 LD R03 LDR1 5 LDI R03 LDI R1 這樣子 去產生 也就產生了 變成CPU0的機器 OK 組合一人 好 那 這裡 你可以試試看各自量的學法 譬如說我 我這樣子 那它產生的就比較短 減4 乘9 加6 乘9 乘3 乘2 好 這樣不可以 這樣不確定 還是可以 所以它還是不合理法 那 有時候 你也可以用括號改變 它的運算順序 都可以 所以 你看一下 把這一個檔案 直接用剪貼的 不用像剛剛它的解藥說的 因為它這個一個檔 剪貼下來 然後用GCC 照這樣的方式去編移GCC 試試看 OK 好 那 在 從 剛剛從深層面看 現在從火氣面來看 倒過來 好 試試看